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趕快先吃趁热吃 先嗑先嗑 我女兒最愛吃鬆餅是因為 它吃起來有點像雞蛋糕的味道 尤其它咬在水裡面那個香醇的感覺 是非常濃郁的 香酥可口 奶香逼人 重要是加上這個冰淇淋 像乾柴烈火一般 那麼像水火冰火同天的感覺 那一瞬間所蘸發的口感 跟那個香甜的味道 是超乎你想像的 吃完了現烤的鬆餅 還可以搭配大草原先進的 有機香草花草 食用園區裡栽種的各式香草 搭配鬆餅 嘴嘴味 喝完了以後保證讓你純齒不香 不過這美味的下午茶 還不是最厲害的 接下來的主餐才是重頭戲 一頭四啊你們今天實在有口福啊 德國 德國的豬腳 一定要先怎麼樣炸過是不是 你看看 你看看它的皮嫩 好 我們讓大家看一下 你看看它裡面 是不是粉色粉色 就表示它非常的柔嫩 剛開始吃德國豬腳的時候 第一口是不要沾任何東西 你不需要嘗到它的香味 因為它什麼 它在炸跟這個噴條的當中 它發過很長的時間 第二口呢 第二口當你第一口吃完 那個香味濃郁的時候 還在嘴巴裡面打拽的同時 你就記得喔 再夾一塊 輕輕沾一點點芥末醬 當然喜歡吃芥末多一點的 你可以多沾一點 配合著芥末醬 一起放到嘴巴裡面 趕快吃一下 來… 這個鱸魚真的好吃的地方 就是在於它第一個新鮮 拼蒸或者是輕輕的這個 煎過煎煮之後的魚 鱸魚呢 它要不濕它原來的味道 吃在嘴裡面是一樣 可以嘗到那個 魚肉的甘甜 所以你一定要記得 真正的鱸魚吃起來 是不會老的 就像豆腐一樣 放到嘴裡面去化 再來吃一下雞排吧 這個雞呢 你必須一定要怎麼 先煎後煎 好棒 為什麼呢 因為 先煎後煎 對 煎煎之後 你才可以把它 慢慢的一片一片 把它解開來 對 所以在煎過之後的這個 這個拌機它會覺得什麼 它會覺得有一種 特別的一個口感 先煎後煎也就是後烤 對 意思就是 所以說在它烤完之後呢 你在它身上可以吃到 完全就是有燒烤的味道 一口接一口 我相信在我們享受完 這個美食的時候呢 你唯一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找到一個如巨星般的民宿 或者巨星般的房間 讓我們好好享受一下 今天我們一天疲憊的心情 是不是這樣 我們總要犒賞一下自己 屁頭刺耶 開玩笑喔